中央电视台 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您 继续收看2008年大众汽车中国比方球公开赛 男子单打的决赛 是由王浩对王丽琴 王浩是世界排名的第一位 王丽琴是世界排名第三位 今天这场男子单打的争夺有很多的看点 第一个看点 对王浩来说 他是长春人在自己家乡作战 非常希望能够获得男单的冠军 而且我们的教练也对王浩有的要求 就让他把这次长春的中国公开赛 创作北京的奥运会 也是在家乡这样的一种状态 来投入中国公开赛 所以王丽琴来说 在近20个月 一年多以来 王丽琴一直没有拿到男子单打的冠军 就从以往的这种情况来看 就是说王丽琴 处于一个相对低迷的状态 这次中国队参加四战公开赛 刘国梁教练也特别说了 如果王丽琴在四战公开赛当中 能够拿这么一道两战的冠军 交给他参加奥运会 在奥运会当中的发挥 也是有着很重要的元素 王号是直板横打最成功的一个运动员 大家看到今天长城舞环旅馆非常热闹 在运动员实战之前 我们国际平坚请了DJ DJ皮埃尔就在现场来制作音乐 用强烈的这种音乐 也激发了我们现场观众的一种看球的情绪 大家都非常激昂 所以等运动员入场的时候 我们现场的气氛已经是非常的热烈了 现在大家从画面上看到的是刘国梁教练和吴迟导 吴迟导这两天也一直在关注着王浩和马云的比赛 现在我们非常高兴地请到我们的老朋友世界冠军秦志俭来做我们的解答顾问 关键到大家 今天秦志俭看到王浩和马云打得过 一直在和马云做一些总结 其实我觉得今天马云虽然输了 但是他发挥出了应有的水平 甚至比他原来打出了他很高的一些技术 至于今天来说马云对王浩这场队打得还算不错 一个赛前准备也比较重 而且最近马云的竞技状态也是各方面都不错了 包括在大比分领先 包括在第五局第六局领先的情况下 被王浩反扑的时候没有顶住 一些七战时使用不太不到 是我们来看一下比赛 王浩和王立琴的双方据统计一共交手了17次 王立琴是10胜7负 但是从这个06年的9月日本公开赛决赛开始 王立琴战胜王浩之后 王浩面对王立琴呢 在后来取得了六年胜 这个成绩也是相当不易的 六年胜然后赢了王立琴 中文猎的准备 其实你觉得就是王浩跟王立新打包,王立新对马林,马林对王浩这个三个人当中的这种循环啊 你觉得他们每一队就是每一场比赛你认为是技术含量最高 还是打的回合最多的这个一场是什么呢? 从回合最多的来讲应该是王浩跟王立新吧 王浩和王立新对,因为对马林来说他是前三百的控制能力比较强 如果回合越多的话对他越不利 那刚才我给球迷分析了一下王浩是本土作战,就是在家乡作战 非常希望拿这个男单冠军 好球,王立新已经很久都和冠军无缘了 你觉得今天他们俩这场比赛谁的机会更多呢? 嗯,不好说吧,因为毕竟他们俩还是从战绩,包括技术水平来说还是差不多 从目前这种竞技状态来说 再一个王浩呢,他主要是要考虑到这个,他主场的压力 还是否能调节得更好 而王立新呢,他主要面临的问题就是 他这么长时间没有拿着公开赛的冠军 看两个人在新战上是处理得更好 所以今天有更大的希望 嗯 那你觉得王立新在这么长时间以来有没有表现出来这个,特别沉闷啊? 嗯,沉闷倒还好 因为从他的平时的比赛的空间来看,他还是非常想证明自己 特别想在公开赛上能取得冠军 而且包括主要还是想在奥运会上能证明自己 通过这个平时的磨练啊,包括对这个技术的专业 王浩今天终于在决赛当中啊爆发了 王浩前面也是经历了坎坷 特别是对小将攻击力特别强的张继科 包括马龙,王浩最终呢还是啊 从这个困难当中走得出来 这样王浩呢,以11比4的先胜 对,其实他对张继科还有马龙落后的大比分都是落后 而且对他都具有一定的冲击力的,就年轻的小将 他能走过来的话,对他自己来说也是一种进步 因为作为王浩来说,他的实力,包括技术是领先的 但是他的那个打球当中的咬劲还显得差一些 我们看到长城的球迷也是为王浩拉起了横幅 还拿着王浩的照片 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第二局的比赛 我们来看两个看吧 大人继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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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姐,从第一局来看,王浩好像特别能发挥自己的。 一个王浩感觉今天的出手还是比较多的。 特别是巴靖茨和半决赛当中遇到这么大的困难。 相信他从中体会到这种快要失败的感觉。 出手的果断性还是要增弹。 从决赛第一局来看,他的果断性还是要比王浩显显得更自如的。 对!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秦俊 今天好像我们中国平常球队都非常着急赶回旅程 因为他们晚上8点钟还有一场震灾的晚会 需要他们来参加 所以一下飞机以后他们需要直接赶到这个中央电台的演播会 保护现场 参加这个正在意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特别是近三五个月了 王浩他既有纸板的这种灵性又有横板的实力 反手直板横打可以和任何的横板来抗衡 中文字幕 电话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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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